二胎家庭真的能做到一碗水端品吗 节目上无尊一家在挑选房子时 两个孩子都选择了自己蜥蜴的房子 爸爸并没有觉得姐姐年纪大 就必须让着弟弟 还没等孩子开始闹 他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在这个事情上 无尊选择用最公平公正的方法来解决 而不是直接要求姐姐必须迁就弟弟 最终一家人住进了姐姐选择的房子 而弟弟也毫无怨言的接受了这个结果 不仅如此 无尊在处理姐弟矛盾上 也从不会偏袒任何人 姐弟俩在沙滩一起玩耍时 他们互相拿沙子扔向对方 丝毫没有想到如果受伤会有多严重 这荧幕正好被无尊看见 他立马上前置之 他没有警察 他没关系 他没关系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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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个家里 二胎之间的勾心动作是绝对不存在的 有的只是姐弟俩之间的温暖互动 这是因为无尊无为不知的丈夫 孩子们对他也是心存爱与感激 在帮孩子洗脚时 姐姐忍不住表达了对爸爸的爱意 原来二胎之间也能和平共处 这样不偏不倚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 你爱了吗